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爱宠》 男主赛斯是一名宠物店里的员工 在一天上班了公交车上 他偶遇了女主霍利 他向霍利打招呼 然后霍利并没有认住他 赛斯解释到自己是他在读高中时候的学长 以前见过面 网上回家后赛斯在电脑上搜索出霍利的社交信息 得知了霍利也有一条宠物狗 赛斯认为这是他和霍利的共同点 并且将霍利的社交内容记领了下来 过后他来到了霍利工作的餐厅 与霍利搭讪 但还是被霍利一口拒绝了 一天上班的时候 霍利收到了一大数的玫瑰花 他认为这是他的前男友送来请求复合的礼物 于是他就去前男友工作的酒吧询问此事 但前男友却说自己并没有送过玫瑰 前男友趁机请求复合 霍利则表示无法原谅他劈腿的事实 在霍利漫不经心地抽着烟的时候 赛斯偷偷地跟了上来 并告诉他玫瑰是自己送的 霍利对赛斯的行为举止感到困惑 他回到酒吧告诉前男友谎称赛斯想要侵犯他 前男友随即将赛斯暴打了一顿 在赛斯清醒过来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霍利不小心落下的笔记本 回家后他从笔记本中发现霍利曾经有杀毁人的秘密 于是他开始了他的逆事囚禁计划 第二天他走进地下室 自己动手在地下室里建造了一个牢固的铁笼子 接着偷走了宠物店里的麻醉药 到了夜晚他偷偷地潜入霍利的家里 将霍利扑倒在地 并强行将霍利麻醉 然后将霍利装进了箱子内 在骗过保安人员后 直接将他囚禁在地下室里的铁笼子里 发现自己被囚禁的霍利尝试着与赛斯沟通和讲条件 但都无济于事 赛斯告诉霍利自己已经知道了他真实的另一面 知道了霍利杀死出给自己男友的闺蜜 和杀死无辜流浪汉的事情 之所以要将他囚禁在这里是为了要拯救他 之后的日子 赛斯就将霍利像宠物一样训养着 一天保安人员在地下室发现了赛斯的异常 他走进地下室 轻仰地看到被关在笼子里的霍利 然后正当他准备将霍利解救出来的时候 赛斯突然回来了 霍利也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用言语诱导惊慌的赛斯杀掉了保安 接着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赛斯用刀刺伤了保安 正当保安想要绝地反击的时候 霍利用脚绊倒了保安 赛斯趁机将他给杀害了 霍利也借此机会掌握了主动权 并教导赛斯如何毁尸灭迹 赛斯动手将保安的尸体进行分尸 接着将碎尸喂给宠物狗吃 并将现场清理干净 在经过霍利的洗脑后 霍利提出了赛斯给他一个能够让他相信他 真的在拯救他的理由 并要求赛斯割掉一根手指来证明 被爱冲昏头脑的赛斯 在经过短暂的思考后 在霍利面前拿刀割掉了手指 霍利顺势捡起了小刀 威胁赛斯如果不开门就割不喉咙 赛斯还是顺从了 将霍利放了出来 赛斯在霍利的一吻之下迷晕了头脑 霍利趁机拿刀划上了赛斯 一转眼赛斯已经被霍利 囚禁在自己制造的铁笼子里了 赛斯的这种爱恋 已经超越了正常人的理性思维 从一见钟情到禁锢于笼中 从以身是爱到受困于爱 最终痴狂到疯癫 令人感叹 到底谁是主人 谁是宠物 不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地元